哇 正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一道特别的闷一面 卤制闷一面 那今天我采用的是白菜 胡萝卜 甜斗 冬菇 还有一些海参菇 或者是我们叫核桃菌的 然后呢 玉米形 一粒的一面 再来呢 就是适量的猪肉 这个萝卜呢 我们把它切成片 不要太薄,切厚一点点 白菜 冬菇 海森菇 把玉米心都放下去 之后我们就给一粒的蒜头 猪肉片 猪肉片这边我们就给少许的生粉 少许的油 可以开始煮了 好,起锅烧油 先把猪肉煎一煎 把猪肉煎香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蒜米了 再加入海参菇 和百花菇下去 炒一炒 加入适量的水 然后我们就给两趟吃的 炉味酱 白菜和胡萝卜 也放下去 衣面也放下去 玉米心也放下去 这里我们再加一茶匙的老抽 这里我们调到中火 之后我们就焖它十分钟 好,这里最后三分钟 我们就放甜豆下去 然后这里我们加点胡椒粉下去 然后可以给少许的化料酒 哇,好香 十分钟刚刚好 最后我们来多一粒鸡蛋 哇,真啊 好,一道非常丰富的卤制焖鱼面完成 那么这道焖鱼面 只要你跟着我所有的步骤 就可以轻易的完成了 这样这道面的材料 就任你们搭配了 家人喜欢吃什么 你们就放什么 这样就对了 那喜欢这道面的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